那我们接下来咱们再来往下去做的工作呢 是关于哪样的一点工作呢 那就是说我们要去在这个订单当中 把这个支付的环节给大家拒引回来 那支付的这样的整套逻辑呢 之前是没有去做过的 所以呢咱们把支付给大家拒引回来 那在进行支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咱们的产品当中呢 是有一个环节的说 用户一旦下完单之后 需要等待你的房东 一旦房东这个进行接单之后 房东一旦进行接单之后 然后呢我们再回过来查询 自己的这个订单的时候呢 就可以进行去支付的环节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面呢 我有个接单 接单之后的话 回过来这是房东去接单的 然后呢我们再去换到我们的房顾身份 1 2 3 4 5 6 7 8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当房客这里面呢 已经给我进行 房东已经给我进行接单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回过来 再去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根据 他的一个订单状态 然后呢去把这个地方 给你展出来这样的一个 去支付的这样东西啊 所以应该是当你点击去支付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去 你的是支付宝 所以呢就应该是进入到支付宝 当中进行支付吧 对吧 支付这个东西呢 你只要贵了一个 那另外的 你比如说这个微信的话 也是基本是类似的道理的 它的整个流程都是相同的 所以咱们拿一个来进行 就可以了 然后呢相当于 当我点击去支付的时候呢 应该进入到支付宝 当中进行支付 然后呢在支付宝进行支付的话 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 支付宝的整个支付流程 那支付宝当中呢 我们给大家去发了一个文档 文档当中呢 这里面第一个是有一个支付宝的开放平台 那在这个支付宝的开放平台当中呢 就有相对应的 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支付了 所以咱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快速的开发 这里面有个开发介入 当中这里面就有一个 然后呢有一个相对应的支付了 支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查看一下 有一个相对应的开发文档 在开发文档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太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直接或者说在哪呢 在上面的地方呢 你直接可以进行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 相当于你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介入了 这里面还有开发这文档 我们看一下开发文档 在开发文档当中 这里面就给我列出来了 都有哪些相对应的支付方式呢 你有在APP当中可以支付 在手机网站当中可以进行支付 在电脑网站当中也可以进行支付 当中在这个APP支付的话 一般是谁呢 一般是手机的APP的同学 他会在那个APP的语言当中进行出写 我们现在如果是对应到网站的时候呢 咱们对应的就是在后端的python当中 咱们的竞争器也介入了 所以这时候呢 还要跟我们的产品有关系 如果你这里面是手机网站的话 他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如果你这网站是手机网页的话 当你去点击一个去支付的时候呢 他给你去跳转到支付的环节 然后呢在支付网站的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支付网站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他就能够去进行检测了 就相当于你在这里的商户页面当中 点击去支付 然后进入到这个地方 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会去检测 如果你手机当中 已经安装过支付网的话 他会直接给你弹出支付网的 这门一种这个支付的页面 然后呢 到着你去确认支付就可以了 如果他发现你的手机里面 并没有对应的支付网的话 他会给你展示什么呢 就直接在浏览器当中 给你展示支付网的 这样的网页的形式了 让你去输入支付网的账号 再输入支付密码 再点击去支付 这是之前大家去使用过的吧 这是关于手机环节了 那除了手机环节之外 那其他的电脑环节就比他去省事了 电脑环节的话 就相当于还是在电脑网站当中 你点击去支付的时候呢 跳转到这个支付网的网页 支付网的网页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做的是扫描二维码啊 或者是登陆这样的账户的方式 进行支付了 所以就相当于 他之所以给你区分出来 就代表是支付网那个跳转到支付网的链接之后 支付网会进行相对应判断 刚才我们所说的 如果你在手机当中 从支付网的页面 跳转到支付网的APP的话 这一点是不需要我们去做的 支付网他的那个链接 会指使你的手机打开这样的APP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这样去做的 但是呢我们只是说得去告诉支付宝 现在到底进行的是手机这方面的网站支付 还是说对应的是这样的 电脑里面的网站支付 只要告诉他的话 他自己会做相对应的处理操作了 所以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样 那区别在这一点之后的话 我们再说 那你进行向告诉支付宝 发起这样支付请求的时候呢 基本都是类似的 都是我们的产品跟支付网之间 进行的是HTP的通讯 就跟我们之前在去讲微信的时候 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关键点 好了我们现在先得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他的一个支付流程 有了这个支付流程的话 我们来说咱们的产品当中 对应的就是手机的这样的网站 所以咱们就去选择这个地方 选择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支付宝的这样的开发者 这样的平台了 开发者这样的一个网站当中的话 他说了我们怎么去做呢 这里面有开发准备 开发准备的话 首先就是说 咱们得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一个账号之后呢 在这里面进行箱子填充 那这个账号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支付宝 所以在这里面就可以直接进行登录 这里面有人扫码吗 之前在去讲的时候 确实有同学扫了 扫了之后我就进入到你的支付宝了 不过进入过来也没事 它不是你的那个账户页面 而是开发页面 还安全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进入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有相对应的 我们可以进入到哪呢 咱们可以去点击这个地方 有一个管理的中心 我们在这个管理中心当中呢 这里面就是 你是进入的是开放平台 也就是说你可以向里面去对接了 对接的话 支付宝就说了 在开发者文档当中 他要求我们先做什么工作呢 要求我们先做的这个工作呢 是要去创建一个应用 那是在哪呢 是在我们这个开发的平台当中 这里面看一下 点击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网页移动应用那边 我们在这里面 有这个东西吧 我们点击它 然后呢在这里面有一个 我们要去创建应用了 创建应用的话 我们是进行的是支付的 所以就点击这个地方 接入支付的这样的能力 接入支付能力的话 然后呢这里面还说了 你要有两种的使用场景 哪两种的使用场景呢 我们在进行支付宝这样支付开发的时候呢 不一定你所有东西都是给我自己去用的 很有可能说 我写出来的这样一段程序 对接支付宝的时候呢 我的程序写出来之后 是给别人去用的 我是扮演了另外一个中间角色 获渡人 所以如果是那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地方 第三方应用 我是服务方 然后呢我是相当于 我利用支付的能力 再进行二次开发 开发能力之后呢 再给别人去用 是关于这样的 那如果那样的话 你选择第三方应用 如果说我现在进入支付宝的时候呢 仅仅是给我自己的产品去用的话 那我们就选择自用型应用 这是只给我自己的产品 或者给我的公司去用的 然后呢接下来 还有去选择一下 你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了 你的应用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 iHome iHome 比如说就是变成PY3 我去创建一下 然后呢创建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了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了 那这个应用呢 就是最终我们在去 接入程序的时候呢 支付宝识别我们的 对应的一个账号的信息了 就会在这里面看一下 这里面APV ID 这就是我识别我们程序的一个编号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接入进来之后呢 创建好应用之后 你看一下 在这个应用当中 我们刚才说的是支付能力 但是支付的话 我们又跟大家看了 你可能会有APP支付 可能会有手机网上支付 是不是还有有PC网上支付啊 这是你所有的支付场景都能够去用的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它默认情况下 就是有这三种功能 如果你觉得不够 好了在这个地方去点击继续添加 点击继续添加 点击继续添加的话 然后呢我们往这里面走 我们来去看一下 相当的在这里面所去提供的所有功能 我们通通的都可以进行选择 当中比如说如果我觉得不够 可能还有手机网站 好了 还有电脑网站 然后就把它勾上 勾上之后呢 点击确定 这时候的话就相当于是说 给我的这个产品当中 又添加了一个具体的权限 我可以用刚才我在这个支付宝当中所建的一个应用呢 能够去开发电脑网站 所以就是关键点 你创建好应用之后呢 要去决定你到底要去开发的哪方面的权限功能 但是呢一旦添加完这个地方的话 还不够 还有哪个东西呢 还有在这里面要进行签约了 那签约代表什么意思呢 要进行跟支付宝这边的那样的一个约定 你不是要支付吗 别人一旦给你打款了之后 你的这个款项到哪了 不得到我的账户啊 所以你给支付宝之间进行这样的签约 签合同 签合同的话 那就相当于你要去提交你的资料 然后呢还要提交你的银行账号 然后呢它还要进行审核 审核之后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介入 完成这样的介入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们再做这里面的进行相对应的开发配置 你看一下这个开发配置 是不是跟微信是类似的 对吧 要去填写相对应间的基本性的配置信息 以及加密创作 然后你把这些配置信息 再我们再来说 这些配置信息有什么意思 你把这些配置信息配置完成之后呢 点击提交审核 一点击提交审核的话 那支付宝呢会对你刚才的配置这些信息 自己再进行一次审核 审核完成之后 接下来你再来看一下 你的这个产品呢 才会进入中间呢 才会变为上限的状态 进入到上限状态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 你就可以把你的程序公开 然后呢 接下来你自己的程序呢 就可以真正的去接入到支付宝 然后呢 走你的程序 向支付宝发起请求 是整个的 是这样的流程 这个流程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需要这样操作的 那我们现在说了 那我们现在说了 你现在是不是直接就卡到哪了 卡到这个签约了吧 我们没有对应的营业之道 然后呢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银行账号 不一定是审核 所以的话 那咱们怎么办呢 微信的里面 是不是讲微信开发的时候 还有测试环境啊 好了 那支付宝的话 它也可能就在这一点 你可以说在这个资料 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你可以先进行开发 先开发的程序 没有问题 那是在哪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沙箱环境 一旦进入到这里的话 我们往上面去走 看一下 在这上面走的时候呢 点击这里面 是不是有个研发服务啊 研发服务这里面 有个沙箱 我们把它点过来 所以这个沙箱环境呢 就是支付宝 给我们去提供的一个 专门的一个 独立开发环境了 那这个环境当中 是什么意思呢 整个支付宝那边的 对接的程序 跟现在的真正 线上环境的程序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沙箱环境 里面的数据库 里面所维护的数据信息 是跟线上是隔离开的 所以呢 相当于 你在这里面随便测 怎么测都没有关系 你测完的话 也并不会影响到 你真实的账户里面的数据 你在这里测试完成之后 然后呢 你最终回过回来的时候呢 只要把谁呢 只要把你的这个APID 改为线上的APID就可以了 你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需要使用的 就是沙箱环境里面的APID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你在线上使用的时候呢 把这个APID 一改为线上的东西 通通的你程序代码 不用任何改变 直接就接入过去了 所以这是关于 这个沙箱环境的 一个变定性 所以呢 我们今天再去讲的时候呢 就从沙箱环境当中 来进行讲解 整个使用流程中规线上 是一样的 那看一下 沙箱环境当中呢 它为了我们测试方便 就给我们提供了 测试的账号 也不是使用 你自己的账号 使用的是沙箱的测试账号 沙箱的测试账号当中呢 有你商家的身份 和买家的身份 而且这里的金额 你随便造 如果你觉得不够 现在看一下 我的多少钱 107万吧 如果你觉得不够 好了 点击充值 你想充多少 就充多少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样的环境流程 跟大家说完了 接下来 我们就来去看一下 那这个基本流程有了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进行 这样的配置操作 或者说是 刚才的这个配置信息 有什么样的意义所在呢 咱们接下来往下看 这次见 咱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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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来